《放大鏡》 放大鏡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光學儀器 讀書看報紙的時候 有了它,細小的字就會被放大 看起來十分之清楚 放大鏡一般是用透明度較好的物質磨製成的 它邊緣薄,中間厚,屬於突透鏡 它的兩個表面可以都是球面 亦可以一面是球面,另一面是平面 如果有一個物體放置在放大鏡的焦點之內 因為突透鏡具有聚光的性能 所以觀察者就可以在大於物距的地方 看到一個放大了的虛像 這樣一來,原本眼睛看不清楚的細小部分 你用放大鏡的放大作用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用放大鏡看物像 物像應該放在焦距之內 放大鏡的焦距應該在1.0至10厘米之間 明視距離為25厘米 因此放大鏡的放大率在2.5至25倍之間 老年人使用的老花鏡也屬於突透鏡 眾所周知,物體發出的光 只有先經過眼球中的晶狀體折射 然後會聚到眼球後壁的視網膜上 才能夠被看清楚 如果看很遠的物體 眼睛可以處於鬆弛狀態 在視網膜上形成清晰的影像 但是如果看近處的物體 就需要依靠肌肉的力量 來增大晶狀體的曲率 老年人眼睛的調節能力已經衰退 以至於光線只可以匯聚到視網膜的後面 在眼前再加一塊突透鏡 讓光線多匯聚一次 這樣就可以令到影像落到視網膜上 看清楚物體了